請到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的今天的新新聞 這條這條文蘋果日報蘋果日報的這個照片比較比較大張喔 當然這還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情 那對我對對個人來講會覺得除了除了對於新科技的或者說人類的太空探索還要不要說宇宙探索因為人類所有對於浩瀚非常非常非常浩瀚就遠超過你能夠想像的那個不成比例的浩瀚的探索現在的才剛連邁出一步都不算 就是剛開始在自己家門口 那才剛摸到火星 可是他終究是離開 離開地球系統已經離開了地球離開了月球的一個重要的探索的起步 那之前我講過說 今年4月5月6月 那在太空都很都很熱鬧 那不管是 不管是這個大陸方面來講的要發射呢 太空戰 新的太空戰 或者是大概到了6月的時候 那同時最少會有 美國和中國 那中國天文一號 也即將在火星的著陸 當然我說了就中國在整個火星的探索或者太空探索 比美國的晚了半世紀晚了50年 美國的美國在探索太空的時間大概就是呢跟日本呢 最後一次 在此之前最後一次 在美日的聯合聲明當中談到台灣的是1969年 你想這麼這麼久了 好了現在 呃 你可以關注一下 因為 因為這除了 是代表的人類 像太空探索的一個里程碑之外 他其實也是地球上面的強權角力中美角力的太空爭爭霸戰 我稱為太空爭霸戰 星際爭霸戰的序幕 聽起來蠻科幻的齁 但是得最少從如果你撇開大國角力來講 那 在今天的媒體的大家普遍都報導了 那 這個 人類 的無人直升機 無人直升機呢在火星的手手飛 那這個叫機機制號 呃 機制號因為 目前在火星上面 在 在前年 前年 而去年 去年在 在6月7月的時候 地球上面 因為 隨著火星的近地點 當火星在繞行的時候靠很靠近地很靠近地球近地點的時候 那就就是你去探索火星最好的時候 好那所以呢有三組 同的同時呢包括了阿聯酋 那三組呢這個火星的火星的探測計劃的同時啟動 那美國當然最成熟的他已經有好幾組的這個火的火星的 這個探測車 那在火星上面 包括前幾年的好奇寶寶也在上頭 那這一次呢 丟上去的呢是 伊利號 伊利號然後 呃上上頭呢有另外的 伊利號裡面的還包著一架的小型的直升他很小你不要你不要看畫面很大他很小 我其實在 在一兩個月前就一直在在講的這個是今年 今年大概 呃他他他昨天已經是非了但是我是說到了六月份當天問的落落地的時候 那中美的同時在火星上面的活動那個會對於未來的人類對於對於太陽系的探索 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那昨天的 我昨天的這個叫做 創新號 創新號 但是翻譯的問問題啦 那不管創新號叫做什麼 anyway就是 在這次的伊利號的升空了之後他的肚子裡面的放著這架的小的直升機 這個小的小的直升機 造價不菲啊 因為他的重量大概只有1.8公斤大概跟你的手手提電腦的重量差不多 就這麼小 你不要把想很巨大我說他很小 但是他高科技啊 那樣這樣一個一點一點8公斤的小的直升機呢從伊利號的肚子裡面出來了之後呢送出來之後 好那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升空大家在等因為他花了大概8500萬美金 這架小小的直升機 那幹嘛呢 因為 因為 呃 你知道火星上面 那個直升機要起飛 他所有的動力飛機都一樣好就是 當你有螺旋槳有引擎的 當你要起飛的時候 那你都需要空氣 那火星上面有空氣嗎有很吸 寶 就像月球上面月球也有也還有一點很吸 寶 但是呢成分不一樣好所以並不是你在 在地球上面的生活的方式的直接搬到火星就可以可是 他總是有 有空氣 那但是呢空氣的比地球稀薄很多所以呢當這架的直升機 他要起飛的時候你可以想見 因為因為空氣的浮力不夠 所以他要的轉速呢會特別高大概比在地球上面的轉速大概要要是地球上面的轉速的四到五倍 大概要到兩千五百轉左右 他才能夠把這個輕輕的一點八公斤的這個創新號的這個小直升機能能夠讓他升空 好大家等他升空的那一刻 因為他間接的就是告訴你說火星上面是空氣的其實直升機是可以飛的 那直升機可以飛這件這件事情就大大的開啟了就是以後在 在火星上面的活動的其他的想像的空間 如果你的轉速更快一點他可能就可以在在更重的東西 那在火星上面移動的就不見得就是遠遠的 那透過呢 透過呢大概的10時隔大概17分鐘左右 的這個時間差 那看到了你的火星車呢在火星地表當中移動慢慢的移動 再怎麼跑也跑不了多遠 但是如果呢如果有直升機那當然就方便了很多最重要是他可以 近距離的用凌空的方式呢 去拍攝了火星的地表的畫面 好所以呢昨天呢昨天這樣的一個一個直升機的升空 大概停留大概40秒鐘的測試 他的第二個困難是說你要知道他是無人機 他不是有人駕駛 所以他是被遙控的 而他的遙控點在地球 那個難度更高 我之前講過就是說 地球跟火星不只距離問題距離就表示說 你你所有發出去的訊號 你所有發發出訊號基本上面跟聲音的速度差不多嘛 那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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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到到光速嗎如果光速當快一點 那就算是光速好了太陽光 照到地球大概也要8分多多鐘 那如果說 從一般的一般的這種的訊號 Signal訊號 無線電訊號 到火到火星 大概呢 要18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你想在 你要知道你所有的訊號出去的時候要要隔18分鐘 所以你也你也沒有沒有什麼臨場應變的可能性 如果突然發因為火星上面常常會有 會有突然而來的強風 所以 這樣子的直升機會遇到什麼事你也不知道 所以他要有自我保護 然後要自我修正 如果被吹翻了怎麼辦 這些呢 都都是要考慮到的問題 不過昨天呢 是非成功 這個呢 對於NASA來講 還是蠻興奮的事情 那從人類歷史來講的 有一個無人的航空器 在火星上面起飛了 他代表火星上面 真的有空氣 這件事情 只要轉速夠 他就可以飛得起來 好 那這是一件 一件化時代的事情 值得去關注的 好第二個 呃 台灣 台灣方面可能要留意一下 因為好久沒有留意 就說我們的我們的外交關係 當現在美日關係 美日美日關係 有可能英福得獲 英福得獲 就不要以為菅義偉去了美國 然後發表聯合聲明 美日關係變好 不 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次 美日美日關係反而會有一些的會有些變化 那日本的 日本的戰後體制 一直都是 一個戰敗國的 呃 被佔領的體制 這個戰敗國 被佔領的體制 讓日本這個國家 超級 不正常 從李登輝時代的一直一直就有這個包括民進黨 包括了獨派團體 所有所講的要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這種的論述 其實呢他的論述的根源是來自於日本 日本的因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不正常國家 所以日本的內部 呃有關於日本到底算不算是一個國家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日本是一個不正常國家 這種的論述 在日本的憲政學界來講是非常長時間的討論 那討論的已經討論到爛了討論到已經已經非常的完整了 從這種的法治面 跟國際政治層面 已經討論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要真的去落實的時候就是你要你要對一個到目前為止 仍然擺出包裝成就占 呃一個一個軍事同盟 但實際上面的是一個軍事佔領者 的美國 你要敢去對他say no 那個 沒有人敢換句話說 嗯 誰要去那隻貓身上掛掛鈴鐺 沒有人要去掛鈴鐺啊 但是這個聲音 曾經消失了很久 這個聲音的消失呢 也使得日本的內部政治 的在野黨的勢力的 的就是 視為 之間的有很直接的關聯 不過這次的菅義偉呢 訪美之後 我覺得從日本的內部的輿論的氣氛來看 日本的戰後反省另外一波的戰後反省 那國國家反省 看起來呢 有有開始慢慢在醞釀的味道 當然要很長的時間了 好不過 當 美國呢 帶著日本 那劍指中國的時候 裡面還包括了很多的暗示啊 包括了 你看到 你看到的這個 這聲明裡面 包含了 呃 對於對日本的安全承諾的同時 也在重申了包括核武器的覆蓋 那有 呃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呢 在菅義偉 還沒有到達美國之前的時候 紐約時報曾經提到過 美國有可能 那對日本提出一個要求就是 要在日本的本土 要部署 那 遠程導導彈 中長程的導彈 這件事情 但是在 在兩兩國的就說 拜登和菅義偉的聯合聲明裡面 沒有談到這件事 那我想的日本 因為日本的國內的輿論一定強烈的反彈 如果要部署 部署中長程的導彈的話 那寡人無罪懷避其罪啊 那如果在這地方部署中長的導彈 那我乾脆我自己發展的就好了 那也不需要搞什麼軍事同盟 把日本搞得累死了 把日本跟周圍國家關係的都搞差了 好但是表示呢 美國呢 對於日本的掌控 以及要把日本當作是 麥克阿瑟時代所講的 呃 美國的國防的最西側 把日本的當作是美國的一部分 把美國的國防 部署在日本 或者對日本的軍事部署是為了保護美國本土的這種思維 在麥克阿瑟時代 在1949年之後 其實 其實就是美國的美國的太平洋的一個軍事部署的主要的思維 好那雖然是這樣 呃大家都在關注說呢 美國反正就是呢拉邦結結派的敲打敲打中國方方面面 你看到聯合聲明裡面 幾乎 所有的重點就是中國中國中國 好但是台灣方面來講的雖然 昨天我花了些時間 今天呢 待會兒呢 待會兒 呃 10點是10分 還有全球派對 全球派對 今天楊明 楊教授 我們大概會針對 楊明楊教授呢 是美日問題的 專家台灣安全事務的專家 但我們會 會針對 這次的 就說呢 呃美日的這場的高峰會 呃 一些的 一些的專業的細節的部分 待會兒要明楊教授的會在做一些深入的解讀 好不過 留意一下台灣 台灣有一個邦交國 會不會跑的 那個邦交國對台灣很重要 那個邦交國 如果跑了對台灣來講元氣大傷了 一個邦交國的拔拉鬼 呃 有關於巴拉圭會不會和台灣斷交這件 這件事情和中央美國斷交這件事情 美隔一陣子可能就傳出來一點點 但是 最近 因為如果你有留意到紐約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 有一篇比較長篇的報導談到了 談到了巴拉圭 尤其巴拉圭現在的在野黨 巴拉圭現在在野黨是堅定的 堅定支持 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那 過去在野黨堅定支持 可是執政黨 不動如山 這個執政黨 因為和過去的國民國民黨的政府有非常深的歷史淵源 就像呢在巴拉圭 的首都 那 你都還會看到蒋介石的同像雕雕像一樣 在過去有這麼多的巴拉圭的軍人 有這麼多的這些的巴拉圭的年輕人 曾經在台灣 軍人 受訓 甚至於 連他們的這些的調調查單位啊 等等的都曾經的在這台灣 那受訓過 所以巴拉圭即使 即使漂洋過海 一個在南美洲 一個 一個在 一個在 西太平 那個在地球上面 幾乎呢 就是完全相反的兩個位置 那這兩個國家到現在為止 都還維持的外交關係 那個呢是靠歷史的情誼 跟民進黨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巴拉圭呢如果這個時候斷交了 那當然是民進黨的問題 靠著過去蒋介石 蔣經國時代和巴拉圭呢 所建立起來的這些世代的交情 所以巴拉圭成為南美洲唯一還跟 還跟還跟台灣的維持的外交外交關係的國家 都沒有鬆動周圍南美洲的 全部又有尤其 當你知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在拉美的影響力之大 之大大大 在蔡英文過去的幾年裡面2016年之後台灣已經丟掉了三個拉美的邦交國都很都很都很重要啊包括薩爾瓦多包括了巴拿馬 那包括了多米尼加 尤其是巴拿馬那個那個對於巴拿馬是是美國的美國在勘勘管的 美國勘管的巴拿馬都在美國出不及防的情況之下竟然跟台灣斷交了 那說你們已經已經外交不外交不修兵了 那又開始風火外交了是吧 那九二共識是沒有了好確認完之後他 你看那個 巴拉圖的總統在在和中華民國斷交之前的時候 斷交之後接受訪問就說這些都經過他再確認說已經沒有沒有九二共識了 那沒有沒有九二共識那也沒有外交修兵了 那 那不客氣了 那我就就跟中華民國就斷交了我就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了 好所以呢在整個的拉美地地區呢在過去幾年裡面台灣在外交防線上面大挫敗 在南美洲當中的整個大南美洲旁邊的旁邊有巴西有阿根廷有智利有烏拉圭 巴拉圭作為一個南美洲的內陸國家到現在為止 跟台灣的經貿關係不怎麼樣 可是呢台灣人呢在在南美洲的活動裡面有很多呢都在呢都在巴拉圭 這跟我說這跟過去的歷史背景蔣介石蔣經國在留下情感有關 可是呢現在呢在中東的為什麼因為巴拉圭的疫情越來越嚴重了 台灣 沒有疫苗 自己疫苗都靠進口 幫不上忙 巴拉圭的疫情越來越越嚴重他需要疫苗 之前我們還譴責說的大陸能用疫苗想要想要去想要去套巴拉圭 大陸的外交部還特別出來否認說沒有啊你不要亂講一通啊 我們並沒有用疫苗呢去綁架去威威脅任何國家呢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沒有這這回事 疫苗是人道的問題 你不要把人道的問題呢跟外交問題綁在一起 可是那個味道就已經出來就表示他不是空穴來風 那最近呢 紐約紐約時報的這篇的這篇的報導可以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他也做了一些當地的當地的訪問 看起來巴拉圭 巴拉圭要和台灣斷交的除了情感以外就現實面來講和台灣斷交的條件正在快速的承受當中 如果失去了巴拉圭巴拉圭終究是我們的現有的中華民國現有的外交的邦交國 裡面來講還算是比較大的一個 尤其是南美洲唯一的一個 現在我們在非洲剩一個在南美洲剩一個 如果失去了這兩個 我們 中華民國就等於在地球上面的兩大洲南美洲就不見了 沒有沒有任何的外交關係 之前想要在南美洲的北端 的 的這個過去的英屬蓋雅那 想要在那地方設辦事處就一天就撤掉了 你就南美洲基本上面現在已經 不是 不是台灣可以跟 跟跟大陸角力的地方 所以巴拉圭的斷交 我說實在啦 因為靠情感早晚的問題 那在現實層面上面來講 台灣可能要為了失去巴拉圭而做準備 外交單位可能會比較忙一點 不過吳釗燮也沒什麼好擔心的 反正上 單任外長到現在你看你已經斷了多多少個了 你還不是做的地方做的文文 巴拉馬都都斷掉了 巴拉圭斷了算什麼對不對 吳釗燮不要擔心 儘管告回頭了 呃 那因為 因為台子期現在是小跌 但是這最近這段時間 台股除了頻頻創新高以外 量能頻頻創高以外 尤其盤面上面來講的傳產的類股 那非常的瘋狂 呃航運不用講像是長 長榮 呃 在 在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的股票市場裡面常常講說要 要要賣股求榮 不是賣足球 賣股求求榮 賣賣股賣什麼股賣電電子股 那賣像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的撐在600塊那邊撐很久了 那633的這個高高點的始終都沒有再來 所以有有些人就被之前的追高的套在那 好但是當然他台積電大學長線看好 所以呢所以呢 解解套的是有機會再加上的 他每一季的這樣一個除除息速度很快 但是 中就看了其他 啪啪啪 上面漲的時候呢 那電子股最近都不動啊 那電子股的比這個成交比重甚至一度降到五成以下 那對持有電子股全操作電子股當不生稀虛之感 結果就是說 陳幾何時 那船船產的股票 尤其是呢這種 老掉牙的 像是鋼鐵航運 航運我剛講的像長榮 那不管是散裝航運也好 或者或貨櫃航漲翻天了 那航空股的現在也純純欲動 現在因為疫情的正在 逐漸的解封的過程 再加上的航空的貨運呢 因為海運已經塞爆了 所以貨運的跟著的運價的大漲 所以呢就說呢 呃今年你可以想見的包括空運的部分來講的都會比去年好 那鋼鐵鋼鐵你還你還記得 你還記得川普剛上來的時候 川普剛上來的時候呢 當他的關稅人 第一波的用關稅的去敲打呢 不管是他的他的對手 他的盟友的主要的敲打的項目 就是鋼跟鋁 就是鋼跟鋁的清銷 就那個什麼叫清銷 沒有人要啊 所以我的我的 大家就是搶市場拼命在到貨 那不過四年前的事 四年前呢 當當鋼鋼鋼鋼價呢 都還便宜到 哇他殺了殺了殺去的 尤其2008年 因為2008年是 你回頭去看的 以中鋼來講 你看你看中鋼的 中鋼的股價 前一波的高點 在2008年 那時候中鋼的 一度到 將近 四 將近 四 四十塊吧 好那到2008年做發生 2008年就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發生了 之後呢 在中國中國大陸 開始 開始要自救 當那次中國大陸不止 他救了他自己 就救了亞洲 甚至呢 也救了全世界 他 把他的市場 打開 然後用大量的公共投資的 挹注 那 借的那個機會 要把中國大陸 經濟撐住 也讓中國大陸 進行的進行的基基礎建設跟他的產業的轉型 那這大陸大力的投入部分的包括了包括鋼鋼鐵廠 鋼鐵廠的大陸的大大量的擴張大力的投入因為要基礎建設吧都需要大量的鋼彩 所以大陸的鋼產量的大幅的提高 提高了之後呢好之後呢就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之後呢 全球的鋼價呢就洗滑洗滑下來 2008年一花呢花了花了花了十一二年的時間了但今年 今年看起來的鋼鐵回春大爆發你現在因為美國又要又要開始搞他的 搞搞他的基礎建設所以一聽到大陸也在搞基礎建設美國在搞基礎建設 那你對於那種的鋼需求的想像的你可以想知你光想都會覺得哇那個真的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商機 所以呢這個鋼鐵人又開始啪啦一開始往上面衝 那中鋼的當然業績巨額OK第一季單單季的賺130億 哇那個 中鋼已經這種的超超牛皮股啊就已經多多久沒有看到過這種行行 那昨天把昨天的鋼鐵股呢是全面的漲停的 呃意思是今年都還是紅鋼鐵很可能不航運的後程航運你看長龍從十幾塊 十幾塊講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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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現在六六是快有一有的吧 好那鋼鐵人也一樣 好所以留留一下好就說呢這個整個的整個資本市場的變化 中文字幕 李宗盛